好 背面穿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會調整一下方向 讓我們等一下在編制的時候 然後其實看個人習慣 你要往右邊走往左邊走都沒關係 那如果說我現在是往左邊走 不管你用哪個方式 都是夾一顆十二零日本小豬 這是我們剛才最後結束的地方有沒有 它有一點點縫隙 沒關係不會很明顯 那就隔一顆前進一顆 前進一顆就好 中間有隔一顆哦 然後這一顆要讓它立起來 讓它立起來 那接下來的這一段都是加一顆十二零日本小豬 隔一顆你看到現在線是從這一顆柱子出來 那就不要前進它隔壁的那一顆柱子 要前進它隔壁的隔壁 就是前面的第二顆 往前走的第二顆 這是第一顆嘛 那我們要前進的是第二顆是這一顆 就中間都有隔壁一顆 那這個就是要讓它立起來 不可以讓它是倒下來的 然後這樣子我們左手邊是比較我比較習慣了 因為我可以用我的左手把線拉住 這樣子的話那個字片會比較有辦法讓它立起來的感覺 那一樣都是隔壁一顆 那一樣都是隔壁一顆 前進一顆 前進一顆 那又把這個柱子 然後它立起來 它就會這樣子就是 加一顆 隔壁一顆前進一顆 隔壁一顆前進一顆 就把這一段 第二段把它 到最後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已經在這個 就是第一段的上面加了 加壁隔壁前進一的一段的柱子 那這個柱子都要讓它立起來 不可以讓它躺在皮膚上 一定要讓它貼在這個天然石的上面 這樣子讓它立起來 那就是如果你是奇數的話 基本上就是它不會有那個起立的問題 偶數的你第一段如果是偶數的話 才會有起立的問題 不管就是你是奇數還是偶數 如果你在加完那個就是 第二段的柱子之後 你發現就是說你在加最後一顆柱子的時候 像這樣子 在加最後一顆柱子的時候 它我們是不是都隔一顆 所以基本上是不是要前進這一顆 要前進這一顆 要前進這一顆 要前進這一顆柱子 因為線是在 線是在這一顆柱子 所以中間有隔一顆要前進一顆 那你有沒有發現就是前進了之後 它就沒有那個剛好接在 就是你就要前進 就是你看喔 你要邊在邊下一段的時候 就一定要起立 這一顆才有辦法再繼續往前走 好那這是第二段的部分 那第三段的話就是加一顆前進一顆 因為我們都已經立起來了嘛 那立起來的話基本上它就是 已經都有間隔開來 所以我只要加一顆柱子前進一顆 就前進下一顆立起來的那顆柱子就可以了 那一樣這個 加的柱子就是要讓它貼在這個 天然石 不可以讓它貼在皮部 好那這個時候就會更明顯了 都是加一顆前進一顆 這樣它就會貼在這個天然石 因為我們這個線一拉 那像這一顆它倒著 我們只要穿過前進之後 這個線往上提 它就起來了 好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第三段的時候 就是在邊第三段 第三圈 但事實上它不是第三段 它是第四段 沒關係你就記得是第三圈 那基本上就是說 它看起來就是加一顆前進一顆 事實上它中間也是有隔一顆 有隔一顆 只是說這是前一段的一顆 因為它突出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出來 就是要前進哪一顆 但是在下一段的時候 它突出的你看 這個是我們現在這一段加的柱子 它有稍微突出來一點點 可是它沒有很明顯 稍微 好那下一段的話就是一樣 加一顆 前進一顆 那前進的就是這個 突起來的這一顆 那是不是看起來 就是中間有隔一顆的感覺 事實上這也是有隔一顆 只是那一顆是比較下去而已 有沒有 這比較下去 這樣子 好 它也是中間有隔一顆的感覺 只是那一顆比較沉 它不是比較下面 比較沒有說等高 那個距離有一點點差距 可是在下一段的時候 它就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看起來就好像是中間要隔一顆 一樣就是加一前一 那個前一就是突起來的那一顆 好那這是第三段 那第四段也是一樣這樣子做 又回到這個其實的地方 這是我們剛才編的第三段 那我們要銜接第四段的位置 那一樣 這是最後要加最後一顆竹子了 那這裡就是現出來的地方 一樣中間隔一顆 前進一顆 前進一顆之後 你要繼續往前走 就一定要起立到下一顆 下一顆竹子 好一定要起立 那接下來呢 一樣就是加一顆 前進一顆 那這個線要稍微的拉一下 好 就是一樣加一顆 前進一顆 這有一點點突起來的這一顆 它有稍微比較高出來一點點 那一樣就是加一顆 前進一顆 這是第四段 第四圈 都是加一前一 一樣的方式 把第四段完成 到了這一段的最後的位置 開始的位置就是結束的位置 好那這裡就是 因為知道 你每次就是 到這裡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還是隔一顆而已嘛 那這裡跳兩顆 就表示這是起始點了 那一樣就是 把握那個原則嘛 隔一顆就好 好 那一樣要編下一段 就再往前 起立這一顆 那基本上呢 嗯 就 這樣子 你看哈 嗯 這個十二零日本小柱 如果我們繼續再往前編的話 它有一點開開的感覺 有沒有它沒有貼在那個 它已經有一點往外傾了 沒有貼在那個天然石的上面 好 所以這個時候 嗯 我們要把它收回來 那收回來的話 就是在 以那個更小的柱子來編 好 所以我們 因為這一顆天然石 它是本身是 有一點點的厚度 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這個 底部的這個地方 我們才需要編到五段 好 那事實上是四圈而已 好 那你看哈 我們怎麼去算那個段數 好 我們是縫四圈了 不是五圈了 好 五圈的話太開了 好 那 這裡 因為我們編的 其實編在這個皮膚上面 就是第一段跟第二段 好 那我們來算 怎麼算這個佩奧特的段數 好 這裡 走樓梯上去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一 二 四 五 不管在哪個位置都一樣 好 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所以是這樣子算的 因為我們編的那個 在皮膚上面它事實上就是 欸 第一段跟第二段 這兩個 好 那第一個加的那個 就是在皮膚上面加的那個 就是第三段 你看 一二三 它是第三段 但是因為那時候並不明顯 所以算不出來 所以你只要記得就是 我們總共加在皮膚上面一圈 然後在皮膚上面再加三圈 總共就是四圈 好 那接下來第五圈的時候 我們就要以比較小的珠子來做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十五零的日本珠 比較小的珠子 一樣加一顆前進一顆 好 它看起來也是中間有隔一顆珠子 它事實上是加一前一 這樣子 好 那就以這個方式 就是加一顆前進一顆的方式 好 好 在這個 等於是在五段後 等於是四圈之後 第五圈的時候是改成十五零的金色的珠子 好 一樣把握那個原則 加一前一 你看這個地方就是它稍微比較開 好 可是這個已經被我們縫了十五年 日本小樹的地方 它基本上就會都回來 好 但是你不可以在 就是已經很多段了之後才來做這個動作 那就收不回來了 所以就是稍微 如果你自己設計作品的時候 發現它有一點點的那個往外廓的時候 就要換成日本小樹比較小顆的珠子 或者是甚至不要用珠子 直接穿過最上面的那一顆 好 那就最上面那一圈的珠子 那這樣子就可以兜回來 就可以把它拉緊 好 那只是說線會跑出來而已 回到起十點嘛 所以一樣再起立一顆 我們要做兩段十五零的日本小珠 因為這個珠子就是基本上就是 它比較幅度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我要多做一段日本小珠 十五零的 那這一次就會是前進金色的這一顆了 那這一次就會是前進金色的這一顆了 已經就是加完了最後一顆的這個 這個十五零的日文小珠 所以就已經完成了這樣子一圈了 那基本上這個天然石呢 已經被我們固定縫在這個皮布上面了 好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線收掉 就結束了 這個部分就結束了 可是你不可以直接在這裡就結束 那一樣就是可以用佩奧特的方式來做收線 這裡的話就是你可以就是回穿這個底下樓梯的方式 前進就是往下走 那如果是佩奧特的收線的方式的話 它是像這樣子 這個線是在這一顆 那你就垂直到它正下方的這一顆珠子 這個線剛才我們是由右邊往左手邊 那我們現在就是正下方的那一顆珠子 由左邊往右邊前進 這是佩奧特的收線方法 就是線的正下方的那一顆珠子 這樣子有沒有這個線在旁邊 就很明顯 那我們把它因為現在還沒有縫進珠子裡 所以它非常的明顯 但是我們等一下一拉它就不見了 我們現在線就是這樣正下方垂直下來的 線一拉它就縮進去了 就沒有那麼明顯 然後再回穿剛才那一顆出來的珠子 這是佩奧特的收線的方法 那你不可以在原地一直收 所以你要往前就是往下 上下都可以 你要離開那一段的話 就是往上下斷一動 那這個方式是佩奧特的收線的方法 就你可以在這裡前進這一顆 然後再回穿 就是一個口字型的回穿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比較快速的 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基本上我會就是在這裡 就是收個一次兩次 然後這線你要在這裡剪掉也可以 也可以就是說回穿到背面去 像這樣兩顆不行 一顆 前進一顆 這線有一點多 這樣子 前進它的正上方 這個線是從這個珠子 右邊往左邊出去 那我就前進它正上方的是由左邊回來 是不是線又在它的這兩顆珠子的上下珠子的左手邊 一拉它又鎖進去了 那再回穿剛才線出來的那一顆 這樣就回穿兩次了 那你要在這裡剪掉也可以 那基本上我會再繼續前進到這個 最低圈的那個珠子上面 然後把線回穿到背面去 那這回穿到背面的時候 我會稍微就是往內 就是往內前進 不要直接垂直下來 因為我等一下要打結 那我希望我那個結可以打得多一點點 所以我會稍微的就是往內 好就是會到比較裡面來 好在這裡做打結的動作 好你就可以把這個線剪掉 那你也可以就是直接不剪線 然後就直接線剪掉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直接不剪線 然後把這個線調整到這個外圍